好 感謝各位參加這一節的演講 那這一節演講會是由 Google認證的Android技術專家 這個俊庭 來幫我們分享 那俊庭這個禮拜 這個月剛到Amazon 他現在是Amazon的軟體工程師 那 他今天會來跟我們講解說 Colin裡面SIMBLE的Processing 他的架構流程 以及他可以給我們 在一般的 在我們程式設計的過程當中 有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好 那我們現在就交給俊庭 好謝謝大家 喂喂 這樣有聲音嗎 OK 好 大家好我是Tim 然後 首先 一開始呢 不免除先自我介紹 我剛剛很細節太也不知道介紹了 就 對 如Tex所說我現在在亞馬遜 然後 當我剛進去 不過 嗯 就是在大公司看到 蠻多以前沒經歷過的事 就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 嗯 試著來考看看 然後 也有推薦獎金 所以可以找我 呵呵 然後再下一個是 就剛剛也介紹過 就我是Android GD 那 GD其實很多很多類別 那 在台灣Android 目前只有我一個 所以 如果大家是Android領域 然後也有興趣往這條路發展的話 也可以找我 聊聊這樣 然後 再下一個是 喔 這是 呃 不是新聞了 就是 結果前陣子出了一本書 叫Android實權大博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也歡迎多支持 本來呢 據我所知 這本書應該快要賣完了 然後 我前幾天去 天龍書局看 他上面就寫 庫存 小於10對不對 我會想說 喔 太棒了 說他第一千本快賣完了 然後過了一陣子就發現 欸他又變大於10了 呵呵 好 然後再 下面三個 是我社群上的 一些連結 然後大家可以發現 呃 就我剛剛自我介紹說 我叫Tim嘛 然後在這邊 這邊的ID寫 J-I-N-T-I-N 就因為很多人都 看到這ID就叫了Justin 所以就 所以就 呃 想說用 用一個比較好記的名字 就讓大家可以知道 這樣 好 那 呃 回到今天的主題 那 再回答 KSP是什麼 以及他要解決什麼問題之前呢 我們其實要先問自己說 我們寫程式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都希望能夠寫出一個完美無瑕的程式嘛 對不對 完美無瑕 這是個 關鍵字喔 那我們要怎麼寫出一個完美無瑕的程式碼呢 對 其實就是去 外面 外面天龍書局的那個攤位有那個 有這本書 那這也不是打廣告啊 這只是剛好 我也不知道他們的攤位就剛好在我們外面 那其實讀完這本書呢 他並不能夠保證你寫出的code就是沒有 沒有 沒有bug 或是真的完美無瑕 那這樣要怎麼辦呢 其實我覺得整個寫程式的過程其實就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漫畫或動畫 就是那個麒麟王 他是在我 呃 高三要考大學那一年 開始在台灣很熱 所以我就變成大學沒考好 就是大家夜自習都在看書 我在下面跟別人玩圍棋這樣 那但是 這個 呃 這個漫畫所追求的 就是他覺得下圍棋是個 每個人都想要追求神乎奇蹟 就是呃 非常厲害非常完美 那其實跟寫程式也是一樣 我們大家都在追求 要怎麼樣讓自己的程式架構越來越好 或是寫出 呃 沒有那麼bug的code 那這個是可能的嗎 其實 就我這麼多年來的感覺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那 在我這 呃 這是我去年吧 去年的在GitHub上的contribution 不過 很多都是自己的report嘛 所以其實不是public 那 我自己觀察 只有在二月 剛好過年那個禮拜 我才沒有bug 那其他就會有零星的bug 不管你是多資深或多資錢 或是你是不是asper 譬如說Android GT 他其實也是會寫出bug 那這樣怎麼辦呢 就是最好的策略就是不要寫任何程式嘛 但這是不可能 但我公司就不需要你嘛 那我們要能夠做的呢 就是盡量讓我們寫的code 越少越好 越乾淨越好 那這邊就有幾個策略 就 呃 其實有些是老生常談的 就譬如說 Don't repeat yourself 我們不要一直把重複做過的事情一直在 一直在做 或者是不要去 呃 重複建造那個輪子 如果別人已經有用了 你就 應該要透過reference方式 把它incute進來 那 可以用 依賴其他的 成熟穩定的第三方 library 或者是透過reflection 或者是 annotation processing 讓你寫的程式碼可以 越少越好 那最後一個 就是今天要講的 ksp ksp 剛剛的全名 他的全名是那個 呃 colin symbol processing 他就是可以把 colin的 呃 這個symbol 在compile之前 拿來做 讓你做一些處理 讓你可以在中間插 你想要做的事這樣 那 可以看到 他跟 annotation processing 在字面上 就有點不一樣 他不只是為了 呃 不只是針對 annotation 也不只是針對 code generation 那 你如果想到 任何更新的應用 你也可以 拿他來使用這樣 好 那 這個是他官方的定義 官方定義是說 他是一個 API 讓我們可以拿來 做一種 LiveWay的 嗯 plugin 然後 提供的這個API 他是 Ledge on colin之上的 所以像 呃 annotation processing 他有一些缺點是 如果我們是 用 colin寫的code 我們使用 annotation processing 他 沒有辦法 呃 了解到 colin的一些獨特語法 那 在 java的compile的時候 他有些 會幫你 清除掉 比如說 你的general裡面的type 你在 compile的時候 你也拿不到 那在 你想要做一些 嗯 比較 特殊的應用的時候 這也是一個困擾 但在 ksp裡面沒有 然後 更重要一點是 嗯 跟 APT KAP就是 colin的annotation processing tool 那 KSP 在效能上 他 可以有到 兩倍以上的 呃 優化 好 那 這是今天的agenda 那 雖然說 KSP 不是 完全針對 annotation processing 但我們還是一樣 會帶一下annotation 然後以及 KSP 他是做什麼 然後再來是 code generation 呃 我們要怎麼樣去 有效率的去把 colin的code產生出來 其實在有一些 成熟的library 這邊要提的就是 colin point 那 到我建了一個 KSP的project 我要怎麼拿來使用呢 接下來就是會 呃 大概講解 那 KSP其實是一個很 新的 東西 他已經stable 但 可以在 大家應該會發現市面上其實很少 這方面的訊息 其實從今天的聽眾人數也可以看得出來 呵呵 然後 所以我會帶大家看一下 呃 幾個use case 那都是我自己寫的project 但我覺得 呃 應該是蠻有參考性的 然後再來就是QA 好 首先呢 CN annotation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什麼是Otation 那這邊就快速帶過 那 Otation呢 它就是一個 呃 筑記程式碼的一些metadata 就是 你光有程式碼這個物件 可能還沒有辦法 表達它完整的意思 你它要加一個這個 來幫你輔助 呃 讓它的意思更加完整 那它可以標在任何的東西上面 那它可以標在任何的東西上面 就是程式碼的物件上 比如說class啊 method parameter 甚至file也可以 然後 annotation它其實有兩個 比較少 呃 大家比較常會漏掉的特性 第一個是 它是有scope的 就是 你 你可以限制某個annotation 只能夠加在某個東西上面 然後 另外一個特性是 它有life cycle的 有些annotation是 你在compile之前 你才拿得到 那有些是 就算你變成dex 也還會在 那有些是在你run time的時候 你還可以拿來使用 好 然後這邊又再次強調說 KSP它其實可以 不依賴annotation 就使用 但 如果我們是 專門 呃 想要focus在 code generation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 常見的策略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 常見的策略 好 再來這邊是一個 呃 相信大家 對java的annotation 定義都 呃 蠻清楚的 那這邊是個 colin的版的sample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 剛剛有說的兩個特性 其實在這邊都有著名 第一個是retention retention retention source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在compile之後 它就不要了 那target呢 就是說 這個annotation 它只能夠標在 這個物件上 那這邊可以是個陣列 你可以 放任何你想要 呃 讓它可以使用的物件上 所以 這個 samannotation呢 就只能標在class上 那 annotation裡面 是可以帶參數的 像這邊 有一個sumtype 那這裡面的 type 它是有一些 呃 限制的 通常就是 比如說 int啊 string啊 這種 primitive type 或者是其他的annotation 這樣 好 所以這邊下的sumtype 可能 呃 除非它是annotation 不然可能會有 會有一點問題 你知道 再來是 就是今天的主題 通常我們要 呃 一個比較 標準的 或者是基本的 ksp的flow的話 是 我們會先 定義一些 processor 來去讀你的程式碼 以及分析你的程式碼 然後把你的程式碼 透過這個process 轉化成它所理解的結構 然後 它依據這個資料結構 去把它產生出 對應的 呃 對應的程式碼 或者是其他output 然後 這些output 如果它是程式碼的一部分 它就會跟著你的程式碼 主體一起去compile 那 生成你最後的output 那 這邊 呃 這是可以一個multi run 就是說 你產生出來的程式碼 裡面也可以有 呃 ksp的東西 然後讓它再進行下一run 不過這個就比較少見了 那我其實也沒有用過 然後 對 這是大概 大致上 high level的flow 那 那 再來我們要 去使用 ksp 因為 ksp它是一個 呃 一個新的東西嘛 我們要怎麼讓它 在我們的程式碼裡面去enable起來呢 如果你是coling的話 你就是直接去 include這個dependency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發現 欸 紅色 紅色 喔 sorry 欸 好 好 大家可以發現 呃 這個1.6.10 大家可以 很常注意coling的版本 可能就會發現 這其實是coling前幾個 呃 版本的一個名字 這個是coling的版本 然後後面的這個呢 是ksp的版本 所以它是可以做 有點mix的那種 呃 交叉組合 當然還是要看它有沒有支援 那 如果說 大家跟著版本比較新 這邊也可以換成1.7 也是沒有問題 好 那如果你不是使用coling的 六點規的話 呃 你也可以使用goofy的寫法 那 再來要怎麼declare一個 process了 其實跟 呃 如果大家有寫過annotation processing 其實 它的 結構啊 大概有87%像 就是 一樣會有個interface 那這邊coling的 那個 那個 tag 它的num是symbol processor 然後裡面會有幾個function 那最重要的function 就是這個process 它在這個參數裡面 去把那個環境 帶給你 然後你可以透過這個環境 去得到所有 你所需要的東西 好 那 真正在寫 整個process的 這個過程呢 其實就有點像 那個 inception 全面啟動一樣 就是 呃 因為它的過程是 我們通常的結構是 寫程式我們是去操作int 操作stream它的值嘛 我們把它 比如說 加1-1 或者是把stream append 或是sassan-nor等等 我們是操作這個程式 它所對應的值 程式物件所對應的值 那在ksp裡面呢 要再退一層 你操作的是這些程式物件的component 所以你操作的不是它的值 而是它的對象 然後你透過了解這個對象 來知道這整個 呃 程式的結構 然後 依照這個結構去 建立你 呃 想要建立的東西 或是分析的東西這樣 所以 就會 其實整個過程是 呃 蠻好玩的 就好像 有點像 我們在 呃 夢境裡面 然後去 操作我們現實的東西 有點像這樣 好 然後剛剛說的 程式嘛 物件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好 這個 比如說它裡面就會有很多的 物件來定義 那個 你的 那些component到底是什麼 比如說 就會有一個 欸 欸 就會有一個case file 來代表你整個file的 整個file 然後或者是 呃 這裡面就會有一些參數 比如說你的package name是什麼 file name是什麼 然後它上面可能有什麼annotation 那 一個file裡面可能會有一個class 對不對 或是多個 因為這邊的decoration 它是個list 然後每一個class呢 它可能會有一個名字 然後 或是 它會跟著一個package 然後 這個 東西上又可以加其他的parameter 然後它 class又可以有多層嗎 然後它又可以再往上這樣 然後 每個class可能會有 一個 主要的constructor 或者是它的 呃 更上層結構 就是什麼 然後或是其他的decreation 就是它的參數非常非常多 比 比annotation 比Java版本的annotation positive 可以拿到更多 嗯 那 因為它是專門對 coling所寫的 那所以 如果你是想要分析你的coling的code的話 用這個工具會比 呃 Java版本的annotation positive 來得更好用 然後你可以拿到更多的資訊 那 這個不是全部喔 那它下面也還有 像 像 這個是一個function的定義 方全它一樣 有你的名字啊 然後你是 呃 是在哪裡 然後它的 什麼parameter啊 什麼 等等 就是 呃 你真正要去寫 不過大家 其實不用把它全部背起來 或是 了解它真正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 你當你有個具體的需求的時候 你再去找 你要怎麼把那個兜起來就好了 對 其實很多 呃 我也沒有用過 我也是就一個一個湊 然後去把它湊出來 呃 那這個整個過程非常好玩 然後 強烈推薦大家試試看 好 這是剛剛所說的 呃 我們要 有processer 才能夠去 process 我們的程式嘛 對不對 那 系統要怎麼知道 我們有哪些processer呢 我們要定義另外一個物件 叫做 processer provider 那 這個provider 就會建立 我們的processer給我們 那這邊它會 它會 它會丟另外一個環境 它會丟另外一個環境給我們 可以透過這個環境的變數來 呃 做一些處理 然後再產生新的 我們要的 symbol processor的實體這樣 這樣 那為什麼會需要有provider這一層呢 其實一切都是為了要抽象化 讓系統能夠更好 更方便的知道 這個 呃 我們的provider 必須要註冊在 註冊在 我們要建立一個 這個 這麼長的名字的file 然後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sauce.main resource.main resource.meta.inf 的 service下面 然後把所有的provider 它的完整的package.net 都放在這個file裡面 那 它其實就跟 unitation processing 或者是 如果大家寫Android 就是跟我們的Android manifest 有點像 就是 系統它會去掃這個file 那它就會知道 有哪些provider 那它就會把那個環境丟給provider provider provider就會建立 透過這個環境去建立你的process 那process會有resolver 它會去讀你的程式碼 然後 因為process有所有的邏輯 它建立了那些 呃 新的程式碼的物件 然後 把它塞成一個file 然後跟著 呃 我們的compiler 把它全部打包 然後成為我們的output這樣 好 這是完整的flow 那 剛剛有一個missing part 就是 我們要怎麼方便的建立 我們的calling檔案 這個calling point 是一個calling跟java的API 讓我們來產生.kt的sourcefile 那它其實也是 也非常有名的 嗯 叫square 那 呃 呃 它有 3000多個star 還蠻厲害的 那大家可以 其實不一定要是ksp 你可以 自己 你可以自己寫一個小小的程式 然後 呃 可以直接跑的 然後 去透過這個去產生你的程式碼 就是 就是 大家的程式碼一定都會有一些籠餘的部分 就是 不是 不是很難 它的邏輯都很簡單 都很固定 比如說 什麼input就變什麼output 那你可能可以把一個input 把它變成一個input file 然後透過這個input file 然後加上你的 呃 這個 寫的小script 然後去產生你的程式碼 然後你這個程式碼再跟你的主程式一起compile就可以 它可以幫大家減少非常多功夫 這邊是一個 呃 範例 呃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比較方便 就是 這邊是我們的 欸 這邊是 這邊是那個 呃 扣的部分 那它 它 產生的出個 這個man呢 你把它toStream就會變 右邊的那個樣子 是不是 蠻好玩的 就有點像 呃 你寫程式 來寫程式 你寫出的東西 它自己會寫程式 這樣 就有點多一層的那種感覺 好 那 當我們 前面的這些步驟都做完以後 我們要怎麼使用它呢 使用它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 呃 如果是 colin的 版本 你就是一樣下 這個 ksp 這個keyword 然後你要 include這個plugin 然後把你的 library 或者是你的module 放在這裡 那它其實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 groovy的版本的話 呃 其實差不多只是語法不同 那 那 因為這個非常新嘛 它現在其實有一個 limitation 就是說 呃 我們 我們 ksp所產生出來的file id 它不會 它不認識 它不知道 它要把它 呃 包在一起 所以 我們要必須在我們的 build.grado裡面 去主動的 去把 它的 output 的folder 也放在它的 也指定為它的sowset 一部分 那它就會跟著compile 好 再來就是工商時間 這 接下來三個project 都我自己寫 呵呵 第一個叫 K 欸 第一個叫 Kbuilder 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這個困擾 就覺得 colin 這個 程式語言的pattern 它少了builder 這個pattern 但通常也不太需要 因為它自己 的物件有那個 點copy啊等等 那 可是如果你真的需要 build的這個 functionality 怎麼辦啊 其實你可以自己寫 你寫起來 就像右邊這樣 對不對 可能 你的myobject 有兩個參數 一個是 string 一個是optional的int 那你就 你的builder 就會長這樣 它也有這個 兩個 但是這兩個是可以動態的 一直去置換的 然後在build的時候 你再去把 這個實體建出來 但是因為這邊是 暖怒了 所以你會做一點 check 那這邊的邏輯是什麼呢 這邊 它的pattern是什麼 就是 它的關係是這樣 你的 你的stream 它其實是對應到這兩行嗎 然後你的int其實是對應到這兩行 那這個關係都 哦 哦 好聰明喔 感謝感謝 欸 好啊這樣好 那 其實這樣就很 大家就會發現 其實這個builder的這個class 其實不太有存在的必要嘛 因為它的 邏輯 format都是固定的 就是你的object 會決定你的builder 該怎麼寫對不對 可是我們如果要自己寫的話 就一直要去maintain這邊 當我們這邊輕加一個 或是減少一個 或是有改變它的type的時候 都造成一些麻煩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 透過一個annotation 然後讓它自動產生出那個builder的話 就會對我們很方便 那這邊是連結 好 好 那接下來 呃 這個 case study會比較有趣一點 那後來我 我 我完了 呃 就我建立了這個capbuilder以後 我發現它其實 好像不那麼實用 因為colin其實 不太需要builder的pattern嘛 那 怎麼辦呢 再去找下一個應用吧 這時候發現有一個 design pendant叫做 simplefactory simplefactory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今天可能想要一個 物件或者是一個function 來幫我們建立任何東西的實體 那透過我們input的不同 我們要想要得到不同的實體 但我們不在意它是怎麼建立的 我們想要透過我們的type 來決定 呃 我們想要的是一個cat的實作 還是dog的實作 好 那 可想而知 這個也是非常的 呃 融於嘛 那 而且 也不好scale 就 這個 Java有個pattern是說 呃 open to extend but close to modify 這個class其實是沒有辦法close to modify 當然有新的實體需要 呃 被加進來的時候 你就要不停的改這個file 所以它是bookscale的 那我們要怎麼辦呢 問題就出在這裡嘛 對不對 那 一樣 這邊的結構也是非常固定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透過ksp的方式 來幫我們產生出這整個factory 那寫起來就會像這樣 就是你可能有一個interface 然後你把它下一個at autofactory 然後你其他的 實際實作呢 都下at autoelement 然後它就會自動幫你辦起來 幫你產生出這個 這個檔案 像這樣子 而且我們可能不要用Stream 我們可能連那個enum class都可以自己產生 因為這邊的結構也是固定的嘛 那當你有一個新的 比如說fish 還是有把cat拿掉的時候 只要重新compile一下 這個檔案就會變了 然後這邊 有另外一個有趣小故事 就是當我寫了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我就會把它拿去分享 然後這個project的名字 本來不是叫這個 本來叫 呃 本來沒有這個f 叫做cactory 然後這個好像跟那個德文的 大便 是那個 聽起來很像的 所以就有國外的 的 網友一直跟我說 欸 你做了這個很像一個大便 呵呵呵 然後所以後來就 把它改名了 我發現 那個github project的改名也很有趣 就是 它還會幫你自動redarray 就是你原本的連結還是可以 可以 可以有用 它會幫你自動redarray到新的 所以大家如果 因為 寫程式最難的其實就是命名嘛 如果命名不小心命名一個大便 其實會很傷心 呃 但是沒有關係改名很好 很好用 好 那再來下一個 就是 完全針對 Android的應用所 呃 開發的一個 東西叫做 byte adapter 好 這個 我相信 應該也蠻多人跟我一樣 有這方面的困擾 那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解決方案 我 我今天提供的這個不是一個 不一定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案 但是 KSP 的確可以幫我們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就是 像我們的 Android Recycle View裡面 呃 我們都要定一個adapter 然後在我們的 uncreate view holder裡面 會有 它其實跟剛剛的simple factor一樣 我們透過不同的view type 我們想要得到不同的 實作的instance 但我們其實不care 我們回 我們要的就是 它是一個view holder而已 那 這邊這個結構是不是跟剛剛很像 重複的地方就是這兩個block 對不對 那有沒有辦法透過KSP的方式 來讓我們自動產生出這個file呢 嗯 打印也是可以的 我們可能可以把這個東西 簡化成像這樣 我們只要把我們的view holder實體 位在這個上面 然後 嗯 幫它變成 幫它加一個bind adapter 這個annotation 然後讓它是ubstray的 然後它就可以讓你 在compile之後 幫你建立真的實體 然後幫你把這些東西都建立起來 那當然還會有 更複雜的case 比如說 你的view holder裡面可能要 也要拿到參數嘛 那參數可能是從adapter這邊 嗯 揮進去的 那揮進去的方式可能有兩種 一個是在unbind view holder 一個是在uncreate view holder 那這種更複雜的case呢 其實也有 也有部分支援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這邊看一下 那這邊就 不多介紹 好 我們做一點ramp out 好 第一個 很重要的是 KSP已經開始stable了 然後它 跟KAPT比起來呢 它可以有 它有一個更好的performance 然後它更 更 更 coding 更符合coding的這種style 那它可以解析出更多coding專有的資訊 比如說它是不是一個 有沒有default value啊 或者是 它是optional 或是不是optional 或它是不是val 這些都可以 它都有 這些資訊可以提供給我們 然後 另外一個大家也可以想想看 我們其實剛剛講過很多不同的option嘛 那 library跟reflection KAPT跟KSP 它的 差別是什麼 然後它的應用場景是什麼 那今天為什麼 我 剛剛舉的那些例子 一定要用 KSP呢 有沒有辦法用其他的option 來解決同樣的 一些問題 那或者是說 KSP它最好的應用情景在哪裡 然後 接下來這個連結呢 是 非常 建議大家去把它完整看完的 那 今天的talk 很多的內容 其實也都 從這邊擷取出來的 那 等大家看完以後呢 也 非常的 鼓勵大家 可以試著 透過這個工具 來建立一些 有趣的小東西 然後 試著再分享給更多人 這樣 好 感謝 好 謝謝 俊庭的分享 那 呃 各位也可以在 臉書啦 或者是在medium 或者是github 都可以找到他 如果各位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啊 歡迎會會 也可以跟他聯絡 那 跟他討論這樣子 好 我們下次謝謝俊庭 好 那我們 下一場是3點30 就是 還有兩分鐘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 那待會兒的話 我們就會 請下一位講者 繼續來演講 謝謝 謝謝 OK OK 它有充電 所以你要弄你自己的電腦對不對 對 直接看看 如果不行 再試試看 不行的話 這邊可以用USB 轉角嗎 因為我們公司的電腦不太明顯 就是什麼 OK 沒關係 試試看 要換取電腦嗎 收到 剛剛是有收到 然後一直沒上去 那沒關係 那他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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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給他 沒關係 沒關係 所以我要講 你是家喻 還是認證 人的就好 對對對 然後我等一下還會再介紹 所以要講技術傳教師 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我們要設定一下硬體 可能會晚個一兩分鐘 請各位稍等一下 我也可以自己錄影 然後再給你們檔案 這個是大會 那就是大會 那就是大會 我們才要求 對 他要求 你嗎 待會兒有自己的頭 還是沒畫面嗎 沒畫面 你不能用越場 對 但是要找人 幫忙 你是因為檔案沒有出來嗎 還是 沒有公司的位置 不能用越場 他們有鎖 我們也有鎖 根本出不來啊 不然你就用那個 我可以傳檔案給你 那個是大會規定 我們也沒辦法動 你可以傳去沒有 用Google Drive傳出來 不然你去Call那個 他們 可以用什麼 Line什麼傳給你 PDF之類 可以啊 可以啊 那你就Line給我 傳到 Line上 Line給 Line給你嗎 我的電腦也不行 我的公司也是鎖啊 那你的可以嗎 我可以傳給 那你叫我Line 那你怎麼到電腦 我去找那個 大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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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 那我先 那前面先把電腦 他 他又頭髮 就帶帽子 什麼的 因為 想一下好了 要怎麼 我直接 前面有人上QHUB嗎 我可以 我 對 對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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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個 這麼上來 大會的 為什麼 HDMI 因為上一場 HDMI 就是訊號是有進去 但是 OBS沒有送到 這樣 就要來選他 可是他 對 然後 你以為 這邊應該是對的 這邊應該是對的 對 目前他只有收到訊號 收進去 那是 那是 我們那邊 他找不到 沒有 他找不到 就是 訊號 中國那一個好像有 對啊 他那時候有 可是那時候就 下午第一場也有 第二場以後就沒了 沒有 那個 都是弄 一起 也是 那個 也是那個 答案過進去 中國那時候有 那時候有 是 那個嗎 對 不過再一個傳一下 我趕快也傳一下 也可以 好啊 不然 我的耐也就 可是你的耐接不太進去 喔 對 我先幫我拔掉一下 喔 我有網絡 沒有 沒有 修 你要把東西 不用 不用 只有瀏覽器 只有推片 有先錄影 所以 應該是沒有 回家 屁屁 這樣屁屁 得 轉屁屁 來 來 來 等我一下 在Keystop 卡非常 電燒器就被盪了 點下來了 太大包了 剛剛那個水清水 你不能用水清水 我們都是臉 我也沒有水清水 讀不到啊 我也讀不到啊 要開門上 重點是要這邊 這邊電腦要不然 不然這台是誰啊 我的但是他 我沒有帶水清碟 我有水清碟啊 那就好 就你用鑽也給他就好啦 也可以 你的叫什麼名字 你的是什麼 可以剪嗎? 對對對 好 所以我等下用這支 他是怎麼用的 沒關係 用 好 好 最後一位 喂喂喂 測試測試 好 這是誰的這個 沒關係先拔掉沒關係 那個是我的簡報筆而已 先能讀簡報比較重 欸喔 欸對對對 不好意思 我們快好了齁 請各位稍等一下 打開就 有了嗎 這樣算有了嗎 好 OK 好 各位好 我是GDG台北的TED Organizer TED 那這一場是我們今天這一軌的最黑場 那我們會請到Nine Taiwan 這個 的技術傳教士 就是 他自稱忍者啦齁 Linja 他要來分享這一場 GCCP的Creator 那我們歡迎他來 呃 這次 這一場的演講 好 來 謝謝 謝謝 好 好 OK 感謝各位最後沒有離開台的過來捧場 那現場有很多手面孔嘛 對 有很多自家 就是反正就認識了 那 好 那今天這一個 這一個主題就是 為什麼叫GCCP Creator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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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嘛就是基本上我就是用了GCPP的這個服務 那我特別把GC 欸 CC 兩個字弄成 藍色 現在有點看不出來 那 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因為我在製作影片的時候 就有時候可能 呃 心情好在剪一些影片 那現在大家應該 人手都會剪一些影片 所以 應該也不奇怪 那 就是因為我想要弄一些像CC字幕的東西 我覺得現在 人世間大家都在看CC 或者是一些印字幕 那 因而產生這次的 主題 那好 那 今天是最後一場所以我可以 應該可以大爆獎吧 對 好 不會 我會控制一下時間 那好 欸 好 沒關係 有跑板 當然 我說了因為那個是MAC的EMOJI 所以 大家加減看 就是 呃 好 這個支球的有點受不了 好沒關係 那 就是 我是Linja 那我來自LINE台灣 我是一個技術傳教士 那 我也是 2020跟2021的一個講者 那 本身也是 就是喜歡去 文物一些 open source的一些內容 那 如果說大家 有興趣 等一下會會都可以找我 那 來這邊既然是開發者 一定要提到有貓有狗 對 我自己也是一個貓派 那 當然就是 路途上我 基本上每天在台北 閒晃 就是為了去找貓 那 就 就像 剛剛說的 其實裡面也找不到狗啦 那 本身是一個很喜歡採犬的人 那 最後就是我是一個寫蟒蛇的 所以如果最後 呃 各位有當過蟒蛇的 記得來找我一下 好 那今天就是 呃 會有一個圍繞的主題嘛 大家其實在剛剛 之前的演講都會有寫到像是 有一些大缸啊 會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今天其實就比較簡單 就是 凡事總有個音 那我剛剛稍微提到一些 那 接下來就會 帶到像 STT啊 cloud storage 然後一些 IAM怎麼設定 然後 最後我就塞進了cloud room 然後最後就是 我會帶大家聊 就是 這次 我做這個東西 圍繞在YouTube 還有一些 video.js 就是 我花了一些時間去採了一些坑 然後 我最後決定不用了 對 好 那上面就是 路上都會有一些QR Code 但是我的Github 應該是 呃 我剛剛有聽其他的 session 有人不小心把這些SS 投給 吐上去了 對 那 我這邊沒有 我也仔細的檢查我所有的commit 剛剛在 旁邊 暴力檢查一波 所以應該是沒有啦 有的話 我趕快sum project 好 那 接下來 凡事總有個E碼 所以基本上就要叫 我要好好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 一開始就是 呃 現在說我 大家在做 呃 這種影片剪輯 基本上你光打那個字幕 你就要哭了 你在影片剪輯就不用剪了 對 然後 做這種CC字幕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 它是可以增加被平台看見的機會 因為 呃 大家不管在看 各大YouTuber 裡面做的 他們做了一些很多 特效制嘛 那 那些當然很吸睛 但只是說 呃 他們放在影片裡面 基本上 呃 就是不管YouTuber 各大平台在掃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掃不到你的這些文字 所以 如果有些CC字幕的話 其實他們可以把那些 字抓下來 說不定有 比較多的這種 被平台看見的機會 最後一個重要 就是我自己想紅了 所以 就是想紅搶過頭了 所以 就想說啊 那我總要來做一下 這些東西這樣子 好 那就是 呃 開始 在進入比較 Engineer的部分的時候 那 總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邊到底怎麼去增進這個效率 就是 做這件事情 總要有個原因嘛 那 上 看向上面就是 我們 一般的影片 前面我們就先不管了 影片製作實力很麻煩 那步驟很囉嗦 那 影片製作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打足自稿嘛 你就要聽 我今天講的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講講講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對時間線 然後 會輸出一個SRT檔 基本上就是一個字幕檔 那不用太在意它是什麼 後面我也跟大家介紹 那最後就是 校正嘛 不管 來自哪個平台 最後一定都要校正 即便你是 花雜大錢去K K那個廠商 跟他說 把我把字幕打出來 最後回來還是要自己看一下 然後最後就是成品 就是這樣子 那我自己做的東西就是 基本上我就是要把這三個東西 全部做到我自己的Creator裡面 去完成 去完成 盡量是減少我大概很多的時間這樣 好 那最後就是 為什麼要用CC字幕 剛剛前面有稍微帶到這個議題啊 那我自己也做了一些東西 雖然說 很多都做一半啊 那我沒辦法 人生時間有限啊 那 CC字幕 練了這種 洋洋傻傻的 那 就是 呃 CC字幕有的好處就是 它不用等字幕完成 才要出影片 因為很多時候 像 我們這種獨立 剪輯的人 或者是只有一個人在剪輯的 這種玩家 那 我們每次光要上那些特效制 上完 天都亮了 然後說明天要上班 這種 就很痛苦啊 在那邊打竹字稿 那剛剛有遇到那個 在地上滾的工程師 那其實他們也都是 像有用很多的 呃 這種亞庭竹字稿 等等的這些內容去 幫忙先打 第一次的出稿 然後出來這樣子 那 那 還有這種像這種字幕啊 其實難免會上錯啦 就是 你就是在寫程式 你也有時候 分號跟句號都 分不清楚嘛 所以 難免會上錯 然後 好處還有像是 自適應 就是你不管用手機 橫著看 直著看 倒著看 基本上都長一模一樣 那 對 就是大概是這樣 那 提高曝光率 那我就不講 剛剛前面有提到 然後後面就是 CC字幕的話 就是我自己是很 希望是用YouTube的編輯器 我覺得自己寫實在是太痛苦了 然後 後面有一些額外的優惠啦 就是說 有一些像聽障人士 其實他們也可以去看這些影片 即便他 就是他給 有一些工具 那這 這我不是很曉得 這是我搜尋的 一些東西 然後 有一些可能像 自動反應啊 或者是讓粉絲幫忙 共編的一些內容 那這就是 額外的一些優惠 那 當然有優點就一定有缺點啦 不可能 講的 講的洋洋灑灑 他好像很棒 但其實他也是 有一些問題存在 就是像 他其實 呃 預設都是關閉的 我們台灣的大部分的用戶啊 就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都很喜歡看 人家幫我上好的字幕跟特效制 就是 對 就是開心人家花錢 我就是要看 對 大概是這樣 那 那 後來我也會開始去 呃 看一些CC字幕 因為難免就像 呃 之前面有個 就是講者 那他們在 他可能在學語言的時候 他有可能有看英文版 看日文版 這種電子書的內容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也會 聽中文 看英文 之類的 就是 類似這樣子的內容 也是有一種 學習語言的一些 呃 動力存在 好 那 基本上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呃 呃 字卡的特效比較少 所以如果你做一些很 洋洋傻傻的 動畫 可能會去蓋到這個東西 因為畢竟他就是直接 只有照這件給你 蓋在最前面 這樣子 啊下面都有放Github啊 想看都可以看 那扣不長啊 簡單的東西 好 那我們就直接 回歸到我們原本的著作 我們講了這麼多洋洋傻傻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啊 那 就是 第一個 就是我們要先講STT這件事情 基本上就是說 我在講 他也要聽啊 他要聽得懂 我在講些什麼東西 那 這邊就是 一些很簡單 就是 我們可能 點進GCP之後 一定都是在那邊看說 呃 這個UI到底可以搞些什麼東西呢 然後點開看一下編碼 UTF8 嗯 就看不太懂 然後 取樣率 啊影片如果你今天不是做那種 影片啊 輸出的 等等那種 這種 呃 的工程師 或者是這種背景的 人 那你可能不知道什麼 12800H 赫支 然後什麼 44 44100 這我永遠都看不懂 只知道他好像什麼一堆 比特還是拜特合在一起的東西 那 我們要用STT 基本上不用在UI上管他 我們都用API自己處理就好了 對 所以這裡剛剛看的都是白講的 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都 就是我們總需要一個玻璃櫃嘛 我們都很怕我們自己的東西被偷走 就是前陣子有很多很多被蓋走的一些東西 被拿去給親戚啊等等的這些內容 那我們凡事總會需要一個玻璃櫃 那玻璃櫃裡面是放什麼 就是我們的Cloud Storage 對 那Cloud Storage 很顧名思義大家 不管用過S3 呃 Google Google 雲翻硬碟 然後各 各種RZ架的也好啦 然後不管GCP Ager AWS都好 那我們就是總是需要建立一個玻璃櫃 好 基本上這就是建立完的樣子 所以 就是 那你看看 對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總要鎖頭 那個那篇文裡面就是 大家都在討論著 類似IKEA的玻璃櫃到底要怎麼鎖啊之類的 那我們就 需要用一些IAM and RAW 你基本上在用任何的Public Cloud或Private Cloud 都一定會有一個鑰匙 你一定要用鑰匙來去做一些東西 那這邊我會帶一些 有一些Call的內容 那這邊就是 以GCP來說 它裡面就是要去Service Account 這也是中文 那就是服務帳戶 他們最近忽然中文化 有時候忽然切進去都會 不知道我自己在點什麼 那這些就是有一些步驟要做 那這邊就沒有做太多的 呃 的闡述 然後在建立完最後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們需要驚訝嘛 因為我們 在開發的時候 都是要拿那個key去 打這些API 你不管打STTA 打Cloud storage 反正打任何東西 你都需要一個key 那這邊 呃他們是 就是GCP本身 當然是不建議你塞Json 因為像我自己就出事過 我不想把Json 提上去Github 那趕快刪掉 對馬上就被檢舉 我的 GCP就炸了 對 好 然後他們會建議使用這個 但 我比較 呃命命比較不好 就自己用 用Json這件事情 來做這件 來去做 Access的這件事情 那總之就是key 一定要管好 對對 大家 呃後段工程師 不過前段工程師也好 就是 key一定要保好 不小心會出事 那 就是我們的鑰匙總是不能被發現嘛 那 因為有了前面慘痛的經驗 我不小心把它提上Github 那 後面我就找到一個Python解法 那當然像 你不管在 呃 國內也好 各個各種語言 其實都有一個 這 就是可以這樣子的方法 就是 我把Json Key 放進我的環境變數裡面 那 基本上 這樣子的話 對我而言 就是安全性跟部署 我覺得可以 在部署上就是 可以 比較up 呃我忽然不知道要講什麼 好 那就是 因為我經營腦啊 所以就是 我有時候都不知道 就是你今天在Git app的時候 我到底要點些什麼東西 有啊 暴力點啊 Git app Git app點 好全部都上去 我明明Git一個弄的遊戲啊 然後就炸了 然後 那 這裡的call可能有點不清楚 那 我就先補 一 解釋 簡單來說就是 他是需要建立一個 我會在我的 這種 不管是容器啊 或者是虛擬機裡面 會先建立一個暫時檔案 然後 因為我大部分都部署在Hiloco 或者是 呃 cloud run上面 那你就可以放一個暫時檔案 然後 他會在環境變數 篩一個路徑 呃 看每一家廠商自己做的東西都不一樣 然後 GCP最主要一定是要這個 環境變數 那 我這裡就弄了一個Google Key 就是我自己在環境變數 篩一個叫Google Key的東西 那 我自己的環境變數 就在這個Google Key裡面放上 一個Json 然後 最後 他是一定要在框架減啟動 那這個 有點廢話但是 還是要跟大家講 好 剛剛看不懂就 再讓你看一次 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就是 他是在 呃 框架減啟動的時候 我就去寫了一個 suffice 就在最後寫了一個檔案 叫做Json 因為 Google Cloud一定是要吃這個Json的東西 才可以去 assess那個 內容 好 那 我就是去讀我自己的環境變數 然後 然後就塞進去 那如果出事了 就直接把他關掉 就管他了 反正就炸了 那 那 就是 但是這裡會有遇到一個小問題 就是 那個Json檔抓下來的時候 所有的Key Value全部都是單引號 所以你就很暴力的 自己把他全部改成雙引號 然後 這樣很長 然後全部變成字串 就是 你要去多做這件事情 那看不到沒關係 再讓你看一次 當然是長這樣子 那Firebase 不管任何的 服務都是長一樣的 就是 我弄一個 呃 字串的Json 那最後PASS完 塞進 環境變數 然後他會有一個 暫時檔案的位置 那 我每次框架前 啟動的時候都去拉那個東西 好啦 那 呃 剛剛講了這麼多 好像還沒有到 正題 那 基本上我們萬事皆上雲 我們全部都要上GCP 我們該怎麼做呢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我自己寫的這個Creator嘛 那 那 就是我們想要做一些很懶人的事情 所以你就是 我少了一個CD 那CD 好像沒什麼重要 所以 接下來你就是直接把Git 呃 呃 忍著一下 換自己腦袋打結 哈 Gcloud Run Deploy就直接上去了 那他這個的好處 就 Gcloud 呃在我 印象中以前 我就是好像設定很多 很麻煩的步驟 所以我以前很討厭用Cloud Run 這種 這種東西 然後那時候就是用AWS 我就覺得 欸用的好開心啊 那 現在就是 現在 Gcloud就是 我大概前 應該快一個月前去參加了GDG的一個活動 那我那時候就 欸 又意識到了 欸原來他只要寫一個Dog file 在你Gcloud Run下去的時候 他就直接 把你的Dog file抓起來 然後往上丟 然後 就會在一個雲端的環境自己去 build這些container 然後就塞上去 欸真棒 我的電腦終於不會再炸掉了 因為我每次Dog 大家 Dog應該都把各位電腦塞爆了嘛 對 我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 我每天那邊砍那個image 我就快受不了了 好 大概就這樣 然後我的emoji不見了 對 就這樣 emoji還是不見了 好 那 就是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Dog main Dog hub main 那就是 最後只要一個Dog file 他就全部送上去 那省一點空間 但是 我們總是希望那張神奇小卡 對 然後神奇 我覺得這個 這個的好處對於 一些 這種我們 就是自己寫side project工程師來說 就是神奇這個開發初期的事情 那其實像我們 就是不管 各家SRH 也都很多去幫忙去做 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呃 真棒 真香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 談談 我做這一個 GCCP Creator的 一個我覺得最關鍵的點 就是 我在那個時候聽到的Event Arc 那我們總要做些什麼事情 才去觸發這間東西 嘛 那 基本上就是叫導火線 就是把小集拿去送人的 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 我們設定在Event Arc 它有個好處 就是 它可以在Cloud Run的時候 就去設定 那 怎麼設定呢 看一下 大概就這樣 其實Event Arc 它是一個 獨立的一個 Service 但是它跟Cloud Run去 很有效的 就是 在UI上就 做了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你點一下就可以了 那 這邊就是我們要設定一些 觸發條件 那 然後 後面會有一個步驟 就是跟大家講 我這個 GCCP Creator的整個Flow 那這邊其實比較快速去帶 唉唷 怎麼講那麼快 講那麼久 好 那就是設定一些觸發條件 那我就是聽Cloud Run 然後 一個觸發的UIL 好這這不廢話 然後就是說 我會上傳一個MP3檔案 就是 我們剪影片的時候 最常我們會輸出一個MP4 那其實因為 我們要透過STD 所以我們最後要轉一個MP3 我們就先 反正都要剪影片了嘛 我們就直接把 音訊拉出來 直接 獨立輸出 然後丟上Cloud Storage 然後接下來它就會 過了一圈 繞了世界一圈 然後 產生了一個 點SRT的這個字幕檔案 那 好啦 剛剛講了這麼多 其實有點廢話 就是 就是我們不知道 剛剛我講的這種洋洋灑灑 不知道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嘛 那我們從各位的左手邊來看 你是一個User 應該說算是一個Editor 我們上傳一個MP3檔案到Cloud Storage 那 在這個上傳過程中 就是 Storage 開始 開始 in progress 那EventHark它就會一直去監聽 我剛剛設定的步驟 就是監聽 Cloud Storage 到底有沒有東西傳進來 那我程式裡面就判斷 如果是MP3檔 我就開始做嘛 那其實在這邊我就是 丟到Cloud Run 就是 因為我剛剛在Cloud Run裡面設定了 EventHark這件事情 那它就會去觸發這個container 呃 這個Cloud Run 然後把它 騎起來之後 我就去呼叫語音辨識API 那回來之後 我就回來 然後到Cloud Run 就會再建立一個CC字幕 然後我就直接塞進 Cloud Storage 所以 看起來 以我這種編輯者來說 只要把MP3塞進去Cloud Storage 然後去泡個茶 出來它又好了 那最後我就把它 download下來CC字幕之後 我就直接上傳到YouTube 然後開始編輯 好 後面會有一些內容 好 那這是一個小短片啊 那 大概就是 我本來 因為現場網路 我菜會炸 所以我就 覺得說 不要自己輕易嘗試啊 這個 這有點浪費時間 就是 炸了之後就很麻煩 所以我就是 錄了一個小短片 然後 就是我可以把MP3檔案丟上去 看起來好像好像有剪接 所以 好像我都在做假的事情 但是它是真的 相信我 它是真的 好 那就是我可以 等待完之後 然後它就會去幫我 整理了一 一堆就是 若有事物的 這種 字幕 那其實STT 見出來的 正確率 我猜大概40%到60%不等 依照你對於 呃 你的這個環境的 呃 你講的這些東西的 內容到哪邊 像我們可能就講 今天來講啊 GCP 可要讓 Speech to Test 跟你說 那個東西它聽不懂 那 最後就是它會 有一個看起來像 網頁上看起來像 亂碼的東西 但其實這個 最後丟到YouTube 或者是 呃 video.js裡面都是可以的 It's ok 那 這裡就是一個小demo 那 就是我上傳到我的YouTube上面 然後 這裡有一些當事人的東西 對 我等一下會把它mark起來 當事人也在現場 所以就 就大家 呃 如果看到本人千萬不要去扁它 對 那我這裡有做一個demo 先把它擋起來 就用白色海苔把它擋起來 對 那 那旁邊就是會 它其實在播的時候 它就會這樣子 跳下來 那其實它剛剛的那個編輯器 就 有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用 倒退 或者是enter 去把它merge 或者是拆開 這樣子 好 這個是一個快速demo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 喔 為什麼會有video.js這件事情 就是初期的時候 其實我不太相信YouTube的UI 我想說 我是開發者 我有我的決心 我要自己做 那我就 我不想住這邊 我要搬走了 對 好 那我們就想說 MP4真好用 只要抓下來video.js丟上去 就可以了 只要 我的cloud storage 開public選線 就送上去了 那手動上場會有cls的問題 那 就是我只要開public 就完成了 但 我就覺得CC字幕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就是 就是叫COS 你聽我解釋一下 他只是一個字幕檔 他不是影片 欸 他跟影片是同一批的 但 呃 不知道為什麼 cloud storage 就堅持不讓這個srt放出去 他永遠都跟我說 COS 呃 我寫前段的時候 最討厭這個東西 每次都在想 到底要怎麼辦 我覺得 任何前段開發者 在初期的時候 應該都很討厭這個內容 那 接下來我說 那我要去愛別人了 我 我上傳給你 你不要 那我自己寫個API Server總可以了吧 那 我就自己寫的 東西 然後全部傳給前端 那暴力一點 反正自己弄嘛 我就全部丟在local storage 反正炸了再說 那 這邊我就是 就是因為我要還他原型 就是 你在一個字幕 拉出來的時候 其實 一個大字串啊 很麻煩 那你中間你在build出來的時候 都會有一堆寫線門 你一定會看得很痛苦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最後我就用了 EVO 這個很邪惡的寫法 那 我不知道他發生所事 但他會動了 對 那再用blob 就是把它 弄成一創 暫時線的網址 吐給video.js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了 這件事情也是可以了 那就是在這邊 就是要 放上他的type 是VTT 就是我們把這一個 建立起來的暫時檔案 弄成VTT 就是告訴他 這個是這個 檔案格式喔 他不是除文字喔 不然他會看不懂 然後 接下來就說 我們 他剛剛 我們就想說 我們去愛別人了 那我們就說 既然你不聽 那我就來硬的 那我們就直接 Gcloud CLI 直接給他下去 我們經過了網路大神 Google跟我們講 這樣子用就可以了 這 但是就是 cloud storage 在 cloud storage 在那個 UI上次還沒有辦法 設定CLS 我猜可能是有一些 安全性的 疑慮在上面 所以他可能就先 不讓你這樣子弄 但 既然是獨立開發者 一定有這個問題 那 這個是 螢幕 螢幕有點黑阿 那基本上就是我 我設定了一些 東西 就是像 G-Shoot 然後CRS GAT 然後把我的 cloud storage 塞進去 那這邊就是一個 建立那個 CLS的 我就跟他說 通通都給我打開 Origin全部給我打開 誰都可以進來 這是不好的做法 小孩子別學 好 反正就是自己測試嘛 昨天晚上還在趕這種東西 這誰受得了 我還在那邊趕那個PASS 對 那過去其實是有可能 那快取放我走 那因為在設定CRS的時候 他可能在SYNC 在SYNC 他們SERVER的時候 會有點 呃 ROADING的時間 那 我們就 就一直在那邊 重新整理 又發現你的東西 永遠都跑不出來 那我猜 這樣子應該是可以啦 F12清除快取 那我基本上 我是去泡個茶 回來看一下 欸完成了 還沒完成 我就走再去上個廁所 那 這個是一個做法 我猜這樣子應該是可以 但我沒有做 留給大家一個 遐想的空間 好 那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都在弄一個叫SRT 那這邊為什麼要 忽然又弄了一個VTT 那就是video.js 這個玩具 他一定只支援webVTT的格式 那就是很麻煩 呃 也沒有到很麻煩 就是反正最後就是你 一定要在SRT的最前面 因為他是一個時間序加一段文字的東西 然後空格 時間序 文字空格 大概這樣 那在最前面就加一個preface 給他塞上去 就可以了 那 如果像SRT 的話 你用video.js 你會發現 就 傻小他怎麼變這樣子 對 你打開F12 永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 最後 呃 就講到video.js 那我們就會想說 那字幕到底在哪邊 字幕編輯 我要怎麼辦 就是我就覺得說 別人的東西總是比較好 我覺得 能 不要重複照輪子就不要做阿 所以我就覺得 用youtube的CLI就很夠用了 呃 不是CLI 更正一下 youtube的UI就很夠用了 他 他在上面不管編輯你那個 倒回阿 然後下去 就是enter 換行 其實那個都很方便 那 最後給大家一些tick away 我發現我好像講的 過了一段時間 那 身為管理大師的我們 大家可以從這一 今天這一個 我剛剛講的 這麼洋洋傻傻的東西 裡面可以帶走點什麼東西呢 好 那 灰灰衣袖 不帶走一片銀材 但是你總要帶走上面的這四個內容 我覺得 蠻重要的 在STT我在調教他的時候 因為我 我那時候都剪一個十分鐘影片 就直接給他丟進去 但是我覺得 呃 十分鐘影片我好像感覺不出什麼 那剛剛在做那個demo影片的時候 放了52秒 放進去 就會發現那個字 跳的 呃 他會有一些東西是 有辨識出來 有些甚至不辨識就給我了 那 就是他是一個 以一分鐘為分水嶺的一個內容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在剪輯影片 在 在做類似我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 可能 用Google的STT 是盡量以一分鐘為一個分水嶺 那 第一點剛剛沒講到 就是他最低 接收到微秒 應該是微秒那邊 那 其實是蠻精準的 你只要把這個SRT 丟到 那個 YouTube的那個 界面上 就像剛剛demo的 他又 就這樣 很 對時間 然後就下來了 那 最後我覺得 至少減少我在初期敲那個足智稿的時間 大概 30%到40% 那這個時間 其實你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 讓你這個 產品 就是你的 影片 可以更 更加 就是品質更高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 就是 如果你今天沒有錢 你要花錢去 請人家做 那我覺得一定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身為一個 開源 免費 好像常常被掛在一起的工程師 我覺得 我一定要自己動手做 所以我要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最後就不要自己寫啊 自己編輯器 我們這種 我這種後端工程師 真的不要想不開 好 那 因為我在部署上 就是 有 在GCP部署上 有遇到一些問題 他還是可以動 但是他就是怪怪的 所以如果說 你有相關的經驗 可以來跟我聊一下 那如果 video.js 剛剛只要談到一些 所以如果有問題 歡迎可以 找我聊一下 好 那最後就是 這是 接下來會有很多的影片 或者是我們今天的分享內容 我應該也有機會 會放在這個上面 那 我們公司 就是有 不管你要看文章也好 看 我們推播的一些消息 或甚至影片 我們很多技術影片都有 比我 今天講的這個東西 還要升一百倍的東西 都在上面 所以 想看什麼 前端後端 手 可愛的 SRE 然後 反正 你想得到上面都有 最後就 謝謝大家 謝謝 嗨 各位最後一場 那個 很精彩 請問一下有沒有任何問題 都沒有嗎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活動就到這裡結束囉 那 樓上的攤位會持續到五點嗎 五點半 然後我們這裡結 這個教室結束了 但是樓上的攤位還是繼續 那 如果各位可以上去看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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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來參加Costcop的活動 resource 然後你就直接拿這個YouTube 來 YouTube你就直接丟上YouTube 然後先開邊 然後 然後你就在上面它就會這一 就利用它的邊緻器,然後利溫都在幫他 謝謝各位的參加 就是你用它的邊緻器來先 我們GDG在全台灣 七個縣市都有相關的社群 那歡迎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Facebook或是在Google搜尋引擎裡面搜尋GDG台灣 就可以看到這七個城市的GDG社群 歡迎各位有興趣可以來參加 用它去搜那些文字 就其實這樣子也做得到 所以其實這樣子也做得到